讲一下 对,有请王医生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针灸服务在美国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很简单的简介 王医师是在国内是一个肺科医生 然后在美国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针灸 也自己职业做这个针灸师 那目前是在NIH国家健康卫生处 里面有一个palliative care 就是姑息治疗的一个项目里面 做针灸作为治疗疼痛 就是会缓解疼痛的一个方式 所以王医师一直是在这方面 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员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请到王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下这个讲座 好了,可以了 可以开始了 大家都能听见吗 对,没问题 反正声音比较小 没问题 那你个别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调节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如果王医师在讲座的时候 我会把大家先静一下音 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干扰 OK,好 好,谢谢 好,那好 我想今天大概就一个小时 就是给大家初步介绍一点 那个中医在美国的发展状况 还有就是介绍一点 就是说你怎么找一个好的中医师 然后是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样的疾病 什么去找中医师 就是这些基本的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针灸在那个美国的发展吧 针灸大概是从70到80年代在美国开始兴起来的 刚一开始像他们在加州做针灸的最早的一个针灸师 还被那个还被那个逮进去好几次 因为他没有执照也没有 就是说刚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人 所有执照这一回事 只不过就是我们那个加州的中国人多嘛 都想要做嘛 但是在美国你做什么都是 尤其是你接触人的身体的话 你是要有要有规矩的嘛 所以就是最一开始做起来很难 但是很快因为这个针灸 它这个效果就是好多事很好很好 所以就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就是现在从那个1998年到2018年 这20年时间呢 在美国真 这是2018年统计 在美国的那个针灸师有37886个人 就说是平均下来是每10万人 有11.6个人 就所以就说这个已经 就基本上是1万个人口 就有一个多的针灸师平均下来 这个现在 这等于是从18年能统计的 现在2024年又过了6年 那就我都觉得 这个number大概都能达保了 所以就说是美国的针灸师呢 它基本上是大概有两个来源吧 一个是我们国内的针灸师过来的 考过了他们那个针灸协会的那个执照 然后再申请在各个州做 就像我这种 我们是在国内就是做中医的 还有有国内学习的 他也过来考了这个针灸师 在这边做中医 然后另一部分 大部分的针灸师呢 是在这边 在美国培训的 我刚才查了一下 现在在美国是 他的那个针灸学校 是全美针灸 叫针灸基东方医学学会承认的 大概有50多个学校 基本上是在东西海岸 纽约和加州那边 别的科罗拉多 亚利桑那 然后泰克萨斯什么 就是别的小地方 一个州大概能有一个学校 两个学校 但是大部分这50个学校 是在就是加州和那个 和纽约 在美国呢 他这个每个州呢 行做针灸呢 他一个一个是叫 licensed acupuncture 就是说有职业 有那个执照的 这就是还有一个叫 registered acupuncturist 就是说登记了的 他不是给你发执照 但是说你在那个州 有登记的你可以做 但他们有个别州 现在还不允许做 我以前在密西西比 上次我还问过 他们现在还不允许 但是南方的州 有的是很早 现在在美国大部分州呢 都允许做针灸 那个这个针灸呢 在大部分的州呢 都是有你可以有执照 有的就是说你没有执照 他就是直接有的拿一个business的 做那个是比较不放心的 因为州里不给你发执照 你要是有了那个医疗纠纷的话 那个会有很大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州是可以拿执照的 所以就是那个美国加州的执照 和别的州是不一样的 然后其他州只要拿到那个美国 就是那个他那个针灸机 东方医学学会他的那个diploma 你考过了他那个 大部分的州就可以直接拿license 所以这个方面呢 你就说等你在你找针灸师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找一个有执照的针灸师 这个第一呢是他能reliable 他就说他比较可靠 他有执照 另一个呢就是他要通过美国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就像他那个针灸学会 他要考节省技术 他要考点穴 他appoint location 他还要考针灸的理论 然后就是说他把这些都考了以后呢 你这个就是尤其你就像在国内以前 就像那些老中医 他们拿着那个针 他们是那个消毒的方面 他们是很不遵照那个 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个消毒的章程来的 所以就说你要是找他那个有执照的呢 他是那个严格训练了以后 必须过关必须考好了节省技术 他才能能行业的 所以就说你不要想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老老的中医 他没有这边的技术 他没有节省技术 他没有执照 你也不管那不行的 就是说你在这边呢 你找针灸师呢 是一定要找那个有执照的 有行医执照的针灸师 这是你找针灸师的最起码的第一个 你先要问他有没有执照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那个 你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你可以直接上周里那个 针灸的那个verification 就是直接去查就能查出来 就是因为每个人有了执照 就在周里那个名字 那个verification上 你就可以就是去证实他 去查他那个名字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他的执照是什么时候到期 什么你这些就都可以查出来 这是说我们在美国找 找那个针灸师的最基本的 然后呢剩下的呢就是说 你在这儿要找一个好的针灸师呢 我觉得就说背景呢 就是他的学历什么的 这个是一个方面 但是你如果就是找针灸师呢 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你是趋势 对于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呢 有的人呢因为这是我自己吧 我自己做的 我以前有病人吧搬到别的州 我就人家让我给介绍医师 我就有的时候我是介绍同学 因为同学都是学的一样的嘛 我就觉得那介绍同学总是 就是背景webground是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话就说大家都是在一块学习出来的 但是呢我就发现人家好多病人 人家不满意 人不喜欢 人家就觉得哦 我说是就是说跟你不能比 所以那个我觉得好多事 好多这个做针灸呢也是 尤其你看医生看什么 也是有一个 就像我就觉得是有一个缘分的在 在里边吧 就说有的人呢你看着 你就觉得很顺眼 你就想多跟他交流一下 就说尤其是我们看病的呢 就一个是一个是你的身体问题 还有一个是你心理问题 你的心里你对这个人接受了呢 也许呢你就会觉得那个 嗯你你放松了以后呢 那效果也许就会更好 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 所以呢你要找针灸师 我觉得还是你把他的那个背景查好了 剩下呢就是你也要看一看review 然后剩下就是去试 不管任何病 我觉得你要是试过四到六次 没有一点效果 你也不要说是人家做得不好 你也不要说是这个针灸不管用 你就换一下人 因为是每个人呢 尤其是针灸呢是一个 嗯怎么说呢 这是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 嗯就是每个人的选屑也不一样 就跟我们开一个中药方 你要在一个大概常用的中药 我就说我挑最常用最常用 要一百五十种药 你要在一百五十种药里 你要选出十到十五种药吧 对我来说我一般一个方子开 开药的方子是十到十五种药吧 就是那个combination那个组合呢 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出同样的 exactly一样的方子 你不管找谁 就是每个人的用药习惯不一样 扎针也是 每个人取血的习惯也不一样 扎的生前也不一样 扎的手法也不一样 尽管是跟着同一个老师学出来的 所有的东西 到每个人具体操作的时候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别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扎针 就是你也不要听别人讲 就说哦这个人特别好 你就要去 去了你就说你也觉得 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呢你就觉得 人家有名我就要带在那 就是说治病呢 你是给你自己治病 你要自己感觉 你有没有得到福利 就是说是这个是 你真要是身体有不舒服的 你会感觉的很清楚的 就是说没有人比你知道 你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那个就是细微的变化 除了自己 别人就是说粗粗的看 是看不大出来的 因为你看就像我在医院里 我看好多病人吧 因为我是每天做针灸嘛 我的病人就是他脚趾头肿 我去了一看我就能看见 我说你脚肿了 他那病人就说 对吧 王大夫说是 我就是说我的脚肿了 说那医生非得说我没肿 就因为这病人瘦吧 他那脚也瘦 但是呢你就看得圆圆糊糊的 就是比前两天肿点了 但是他就说有的人 就是说每个人观察 就像我是每天去给人家扎针 就是我在医院里的病人 是比较重的 所以呢我每天扎针呢 就是我对这个病人呢 因为我是需要摸 还需要做 所以我就看得比较仔细 我手上这个摸的也比较仔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变化 对我来说呢是比较明显 但是好多医生呢 他们是就像他们开药呀什么 他们只看化验室 而且呢好多人呢 他们一大方人在那个病房门口 他们都不进去看病人 他们只看那个计算机上 病人的各项指标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们对临床对人的观察 就差好多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扎针呢 你自己的感觉呢 你会变化 你自己有一小点变化 你自己会注意到 也许他们注意不到呢 你要自己注意到 所以就说是 我就觉得你找 你做针灸呢 你做几次呢 你会有感觉 如果就说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你就要换一个人试试 因为就说是 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什么病 就像我以前我就说 打个比方说 我那个 我以前是一个那个 哮喘的病人 我在科罗拉多那会儿 我刚在那边看也没多久 一个老人 他当时找我的时候 他对那个厕所的手指都过敏 他每年夏天要那个哮喘 进那个emergency 进两次 他就喘破起来 他找我的时候了 他在跟我说 说是 我去看上一个人了 他说我看了他半年 一点又没有 他说我自己查了 这个针灸和中药 对这个哮喘是管用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冬天 他在我的床上躺着 那个肺里糊糊的 那个哮喻喻 就简直就是 全都是谈谈名音的那个 然后后来 我给他就是开药 他那个美国人 他自己煮药煮得很好 自己叫你教他煮 他什么都听着 然后就吃了一个星期回来 就说 这个很好管用 说这一个星期 就感觉好好多 所以就说 我就说 你就像他 他等了半年 他才换人 但是就像我们 就说 你不要等半年 你就扎那么三四次 什么的 你要一点效果不见 不见好 那你就换人 而且就是 好多人让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像针灸 尤其是慢性病的 你一定要找一个离你近的 你不要想着说 那个什么人有名 我要那什么 你要跑那么老远 治好了 然后你再来回那路上 好多你的那个效果 就被你这个劳累 就也弄得就淡了好多 因为这个针灸 它本身是 对你身体的一个调节 就是说 它不会 你不要想着说 就像那个立竿见影 除了疼痛能力 立竿见影 没这 那什么的话 其他的慢性的 身体的调整 都是一点一点调的 因为它不是说 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就像你不要想着说 一粒药片 就像一次针下去 我就能跟正常人什么都 你要是有一个慢性病 我们都说 那个病来如三道 病去如抽丝 就是要一点一点的调理 而且就是说 你要是有一个特别大的 巨变的话 你的身体 我觉得那个是 其实是更可怕的 要是能给你弄成那样子的话 所以就说这个是 在你选针灸师的时候 好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下一个呢 我想讲讲 就是说是 什么样的疾病 去找针灸吧 这是我在医院里 见的最多的 就是什么样的 首先呢 是疼痛 这个大家都知道 针灸止疼效果很好 就是说疼痛呢 就包括颈尖痛啊 全身的头疼 颈尖痛 背疼 腰疼 到哪儿疼 你都可以找针灸 而且我觉得这个 疼痛针灸 真的是很好很好 它比你吃药片 要好好多 而且就说 我不知道就说是 大家在这边 做没做针灸 就像以前在国内 我在这边 见的好多 国内的朋友 他们其实 都没有做过针灸 他们都说 他们觉得太疼了 扎针太疼了 他们也不喜欢 就说那种 说是 那个 他们叫 针灸 就说是 你 你扎着 那个神经了 在我们那个 以前 就说针灸 说你要有 酸麻胀痛的感觉 那个好多时候是 神经那个 被刺激了的感觉 所以那个 我也不喜欢 那 那 那好难受了 那就 就跟你 那个 弄了你 那个 鸽蚤 那个 那个 发力棒 那个 感觉 那个 但是现在呢 我是想讲 就是说针灸在这边 发展的 真的是很好 很好 以前像我在国内吧 我们的针灸针啊 是那个 初是叫 那个 初的那个 直径是叫 28号针 那个针呢 是从那个 它的号越 号越小 针越粗 号越大 针越细 它那个 打针的那个 针的号是 26号 我们国内在 以前针灸的针 是28号针 我呢 刚来美国 我用的是 30号针 就等于是 比那个 国内那种 针灸针细 好 我觉得还行 然后他们就觉得疼 我就开始用 32号 32号呢 用了一字 他们还说疼 我就开始用 34号 34号呢 就还说疼 现在我用的针 针灸针呢 都是36号 就是特别细 就是你那个针 要是没有 那个进针的 那个管 它那个针 就会弯了 所以就说 特别细呢 一般的针 再加上 那个针管 你啪 那么打进去 就说 你感觉不到 多少疼 而且现在呢 就是我 我是做了 做针灸 做了有27年了吧 就是 我就觉得 就是 你做针 不需要 真正的 刺激到神经的 你 就是 你不刺激到神经 它也管用 而且是 特别管用 就是说 你关键是 看你 你治什么 你选的 什么地儿 然后 你怎么做 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就说是 我觉得 如果大家没有 有没有人试过的 我觉得还是要 试一下 就说是 也不是说 你试一下吧 就说你要是 如果有病的话 你一定要把针灸 当成一个 你选择的 就是一个 你一个 对你治病的方式 去选择 就是说 千万不要把针灸 不包括在内 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 现在 你就看看 现在越来越多的 就像 我就刚才说 那个Number 美国针灸师的 就是从那20年 一共增加了 257倍 你就从这个人 这个population 长得这么快的 说来 你就说这个 它是 肯定是管用的 而且现在就是说 真的就是 这些针也不疼 而且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说 你找针灸 它现在都是 一次性的针 没有人说 拿那个重复的针 给你做的 现在是 大概是 说上次 我听说是百分之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针 就是都用那个 都用一次性的针 所以你要是 在这个针所里 你看见它 给你用的 不是一次性的针 那你要问一下 就说你这个针 是内生的 因为上一次 有一个人是 说他给你 用那个重复的针 因为你现在 就是他用那个重复 那个重复使用的针呢 你必须到那个 每天你的针用完了 你消毒完了 你要到那个 周里指定的地方 去查 就冲查你的针 消毒的干净程度 那个成本 比你买一次性的针 要贵好多 所以就没有人会 就是 就在做那种事 他们都是 像我们诊所里 就是所有诊所 几乎都是一次性的针 所以就说 你要是去诊所 看的时候呢 你要make sure 就是说 那个针都是 包在那个管里的 就是有的是 一个管里包针 有的是一个管里包一针 不管怎么说 它是要新开包的针 不能是那个 就是说它有没有管 有的没管的 就是贴一排 它那个从那里拔出 把那个扣开了 往外拿针 就是它不是说 就是说那个针 就搁在什么地方 随便拿的 就是这一点 你也要知道 就说是 这个是 结针技术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基本上 因为针是 没有那么贵了 比起来 就是说是 他们收贵来说 那针是可以 真的是忽略不计的 就说是 没有人会 risk这个危险 去给你用过的针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倒是 不用担心很多 剩下 就是 现在我们接着讲 这个 什么样的病 早症就是 第一个是疼痛的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 那个消化系统 我都有很多 很多就是 消化系统的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呢 就是 西医呢 它没有什么 好的办法 因为它不认为 这是病 就是说 它给你检查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好多问题 但是呢 中医呢 就是讲 消化是人体 最大最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 你要是不消化 你吃饭 没有 这个消化系统疾病 包括很多 包括那个 你 厌食 还有那个 吃的太多 然后呢 还有吃了不消化 那个腐脏 饭酸 然后那个 便秘 便糖 这都是属于 消化系统的疾病 这一类的大病呢 都是属于 就是说 这是可以自己 也可以调理 也可以扎针 就 这个都是要 都是可以算在 这个消化系统里 我觉得这一部分病 我们中医 是治得很好的 因为就像 我在医院里 做的是 很多是做完手术的 就是 做完消化系统 做手术以后 我觉得这个 对他们那个 恢复 很管用 而且呢 如果他们的 消化系统 恢复快了 他这个手术 恢复都很快 因为他 有好多 你流管 你那个消化系统 好了以后 他那个肾除液 就马上就会 消了好多 他就会能 很快就 恢复好了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是 那个 我们中医是讲 在这儿 你要是说症状的话 就是 疼痛 我想讲一个 有一个叫 那个 就是那个 末梢神经 末梢神经 麻木 就是 有好多 做那个化疗 做放疗以后 他那个末梢神经 感觉不灵敏 或者是有刺痛 因为他那个 都是末梢神经的 一个 就是毒素 引起来的 一个末梢神经 或者是 过敏 高敏 或者是低敏 就是高敏以后呢 你就是有一个 针刺呀 你就是那种 一摸什么 你就觉得 就像火 火拉拉的疼呀 什么 那个就是说 那个是在 那个Neuropathy 就是等于是 低敏前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是 你那个 首先呢 你就整天 觉得那个手指尖 像有针刺一样 那个就是说 他那个毒素 前边 然后马上呢 就是麻木 你就是没有感觉 那个 这个Neuropathy 就是在那个 就是老年人里 这其实是一个 挺麻烦的事 因为你的脚 要是没有感觉了 你就觉得你 你不知道 你踩在哪了 就是你就不敢 使劲好好走路了 因为你那个 走路一影响了 那你这个人 就马上 你这个生活的质量 你就好多内什么 因为你就是 你就变成 深一脚浅一脚 你就是说 这个脚上的感觉 是必须要内什么的 这个我们就像 保健的话 你可以去 做按摩 然后呢 你也可以 摆上泡脚 然后另一个呢 你可以躺在地上 把脚举起来 这么两个脚扣 就是有好多 就是自我保健的办法 帮着恢复的 或者是每天 就是做exercise的这些 帮着恢复 但是针灸 对这个是很有帮助 如果是有人 那个天天都在 那个 就是一直在做治疗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 要给大家建议一下 就说是去扎针 做这个neurology 因为这个 针灸是治疗 对这个是恢复的 很好 很有帮助的 然后剩下 我刚才讲的是 消化系统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肿呢 就是如果是没有什么 别的原因的话 肿我们一般讲是 心脏的循环 心脏的新功能 有点 就是有点弱了 还有一个就是肾功能 这个两个呢 还有可能就是 吃药 然后那个肾功能 那什么 这两个中医是讲 那个体虚 就是水尸不孕了 但是就是说 你要是说循环类的呢 这个针灸对这个 肿胀消肿 也有很好的 很好的那个治疗作用 我就说这个 等于是我想讲的是 针灸一个是调节神经系统 另一个是调节那个淋巴系统 我觉得这是这两个 你要是想着 这两个系统的疾病 神经系统好多都是 像疼痛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还有好多就像 我们那个更年期的疾病 也是内分泌的好多 也是内分泌的疾病呢 针灸治疗的也很好 就像我们那个潮热倒汗 那什么的 针灸特别特别好 就是像更年期综合症那些 更年期那个心里边 反昧啊什么呀 这些什么 好多这些都是 这个中医的 中医的这个里边调理的 就是针灸都是有作用的 因为我以前觉得在国内 老是做中医吧 老觉得这个针灸吧 就好像也就是扎疼 因为我们在国内那个针灸治 你在针灸科治的 我们在针灸科实习的时候 治的全是什么 全都是腰疼 然后是偏瘫 然后是面瘫 基本上就这些 上次我去回国 领着一个美国人去 在那个广安门医院 去见习了两天针灸科 然后就是看他们那八张床 每个床头上拉一个帘 再搁一个椅子 八张床上全部置的都是 偏瘫和腰疼 然后那个椅子上坐的 全部都是面瘫 所以他们这个 就是说在国内 其实因为他们太忙了 他们都把这个针灸治疗的 疾病限制了 我们这边还有一大部分病人 是治过敏 我们对那个过敏 这个针灸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你就像他们美国的是 讲一个脱敏的 就是说你每个星期去打一针 然后一直打五年 它就让你就是一个脱敏的过程 这五年以后你就对这些就好了 其实也根本就不是用这样 就像我们那个针灸 就说是因为它这个过敏吧 是你的 它并不是说的 你的免疫系统低了你过敏 它过敏呢 是你一个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太强烈了 就跟那个 它是等于是说 你的身体呢 你没有病 你突然呢 你身体里的那个免疫系统都建成了一个军队 就好像说 你这个身体你要有一个外来侵略者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你没有 它那个军队建立起来了 它不知道干什么 然后它就往你身上自己给你自己开始乱放 这就是等于是一个身体的过激反应 并不是说人说 你的免疫功能太低下了 你过敏 不是 是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过激的一个反应 太过敏感了 要不然给你吃那个吃激素呢 就是说它那有的过敏呢 它就给你吃几片激素 就是说或者是就人起 给你七天的那个药 一天吃七片 一天吃六片 它那个激素是什么 它那个激素就是让你的身体到零点 就是说什么也别动 就是说你也别给我反应 为什么说人那个 他平常要是有慢性病 他吃激素吃的多了 它的免疫力功能低下呢 因为它那个激素就是让你 所有的身体的系统停下来 就是说你全部归零 然后呢 等你过敏的时候呢 它就是让你全部归零 然后再让你重新发动 如果你的身体不停的在归零 你的身体是不是就confused了 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老让我归零呀 所以那个老吃激素呀什么 他就身体的免疫系统也会不好 因为他就是你把你的身体弄得 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说这个针灸呢是调节 他让你这个身体呢就说 你不要那么激动 你慢慢的停下来 这个其实好多过敏 你看尤其是你身上长那个害物 你要是说自己安静的 你就在那坐停下来 然后慢慢的停下来 然后你痒的地方呢 你不要挠你或者用一点水 什么抹一抹 一会儿他这个过敏就停下来了 就好多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个神经的反应 这个也是神经调节 所以这好多东西呢 中医呢就是说 就是这个神经调节呢 我们是说双向调节 所以就是说 那个便秘和拉肚子 我们都都可以用针灸 就是说一个是一个是那个 他的那个交感神经兴奋了 然后我们就是让他的 弥走神经兴奋一点 把这交感神经平衡了 因为这两个神经呢 都是平衡的 就是中医讲的 就是一个平衡理论 就是说是你所有的东西 你既不能高也不能低 你不能说是身体这个 就尤其吃饭 就是你也不能说是我光吃这个 这个对身体好 那个东西好得过分了 那也是毒 所以就说你一定要让这个 所有东西都平衡了 中医讲阴阳平衡 五行 阴阳五行平衡 就是这么个道理 就是说他为什么说 我为什么说调节呢 就是说这个针呢 他不给你做任何事情 他只是改变你的身体状况 让你自己那个调节功能变好了 所以你就又可以 绕你自己这个圈了 你就这个循环 就这个阴阳和五行 你就又能循环的好了 这是大概其 就是这是我今天讲的 基本上就有这么一点介绍介绍吧 剩下的你们 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说是如果就说有什么感兴趣的 要是说以后想讲的话 再讲的 现在还有大概一刻钟吧 一刻钟的时间不到一刻钟了 就就有十几分钟 就说是如果你们想问一问什么问题 可以问问问题 好